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尔法糖根每一支剂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阿克波糖这一类的 占有胰岛素这个醋迷剂 如果糖化酒能蛋白还不能达到7 血糖还不能达到要求 那么呢我们就进入二线 二线治疗 二线治疗什么呢 就在二线双瓜加这个醋迷剂的基础上 这是作为这个主线治疗 如果二线双瓜加醋迷剂还不行 还不行 那么我们可以 或者是有什么禁剂 那么就我们启动这个备选方案 备选方案是什么呢 那就是胰岛素增饼剂 还有这个二胎基 四胎酶这个抑制剂 这个是这是二线治疗 如果随着病人这个时间的延长 这个血糖的控制的难度呢 又更大了 二线治疗仍然不能满足要求 那怎么办 我们就启动三线治疗 三线治疗是怎么样 可以这个时候可以选用这个基础一道素 可以打长效一道素了 作为我们主选的 然后被选的是什么呢 就是α糖肝酶移植剂 然后那个胰岛素粗蜜剂 增饼剂这些 还有一个呢 或者呢直接选这个 那个胰高血糖素样因子 这个受体这个激动剂 这个是三线治疗 还不行 那就是到四线治疗了 四线治疗是什么呀 就是说那就是打这个预混一道素 一天一到两次的预混一道素 还不行 那就是这个 这个全天的一道素治疗了 或者是用一道素蹦 现在呢 这个随着咱们这个 对糖尼病药物的研发的这个 进行呢 有很多优秀的药物 现在这个地位也往前提了 刚才说的这个 阿太基斯坦酶 这个抑制剂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胰高血糖素一 受体激动剂 这个呢 剂不容易引起低血糖 而且是一个葡萄糖依赖性的 浓度依赖性的一个糖调解剂 而且它还有 这就是这一道